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分层是大典 第一典 国光四聚记的缘起 古德常用四聚记来表达经义 让大众在生活上奉行 像七国通界记 回相记等 都是佛教徒熟悉的四聚记 四聚记简明一记 就像中国的诗歌容易朗朗上口 但随着时代的改变 大家需要一个龙骨慧金 与时俱进的四聚记 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奉行无碍 所以大师说他也学习古德 拟定了活光能四聚记来表达佛法 这是四聚记的缘起 接下来我们提到四聚记的内容意义 第一句是慈悲喜舍骗法界 佛教百千法门之中花心最为重要 花心吃饭饭会吃得特别的香甜 花心睡觉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全身特别舒畅 花心的力量不可失忆 除此在佛门的修辞里 更有所谓的事无量心 因此佛光四聚记第一句 就是要我们发无量的慈心 悲心 喜心和无量的舍心 首先我们谈到慈悲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悲是每一个修行人 对世间众生应有的态度 如观无量受经中说 佛心者大慈悲是 可知佛法虽有无量意 以慈悲为本 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大乘佛教中 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 甚至被视为大乘佛法的核心 所以在大乘佛教所敬仰的佛菩萨中 虽然每一位都有自己的誓愿 然而以大慈悲帮助众生 离不得乐解脱自在 则是他们共同的誓愿 像观世音菩萨 以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常坐度人舟 知大慈悲心度化苦难众生 所以为人人所尊重 称面和膜拜 接下来我们谈到喜舍 学佛就是要学出欢喜心 你能带给别人欢喜 自己也会获得无比的欢喜 所以做人要舍得 不施一句好话给人欢喜 就像寺院里总是将 效果藏开的弥勒菩萨 供奉在山门口 让信徒游客一进山门 就会生起欢喜心一样 然后慈悲喜舍遍法界 事无量心的实践 不但能相互对峙 我们内心贪生痴等烦恼 而且也是我们 与大众广结善缘 培直福德之良之最佳妙方 必须跟大家提醒的是 我们以事无量心与大众结缘时 心恋上应避免 有我及着相 因为杜森如果有我 杜森的慈悲心就化不起来 喜舍如果着相 喜舍的功德就大不起来 也就是说 在实践慈悲喜舍帮助别人时 应该学习无条件的给人安乐 无条件的为人记苦 无条件的给人欢喜 为人奉献 如此将自己发心扩大到 见虚空片化界 做人处事必定圆满成功 接下来第二句是 喜福结缘利人天 喜福 在世间上 我们每一个人的日用享受 都有一定的数量 好比我们在银行里的存款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就是福报 挥霍无度的人 福报银行的存款一直在减少 积功累得的人 福报银行的存款也会日渐增多 平时修桥铺路就能苦难 乃至心存厚道口中留德 都是积福的方法 所谓积福莫如习福好 爱习福报才会更有福报 近几年来由于物质极端发达 养成人类烂用烂买的习惯 终于天灾人祸平起 满目苍蝇的地球开始大力反扑了 此时真是大家自我觉醒的时刻 举环一张纸 一支笔 一滴清水 一片菜叶 我们都必须好好珍惜 不要再轻易浪费有限的福报了 祈福之后应该是要结缘 世间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存在 必须仰赖相互的法源关系才能生存 广结善缘的方法很多 例如语言上的鼓励安慰 技术上的教导帮忙 知识上的传授布施 乃至一个点头一句问好 一半心香都能与人结缘 接下来是禅敬戒恨平等人 禅敬 现代人的修行不是参禅就是念佛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禅敬共修 其实禅敬二门殊途同归 永明言寿禅师说 有禅有净徒 犹如带脚虎 献士为人师 来士做佛主 人人若能在日用中习禅修敬 两者兼修 等于是有脚的老虎 定会等词真上 献士来生都必然获得难以失忆的功德 禅敬戒恨 戒恨戒为无上普提本 无论参禅习定或念佛修敬 百千法门都应以慈戒为根本的修行 像汽车依照交通规则 火车循着轨道而走 就能保障人车安全 同样的我们遵守戒律 就能维护身心清静 避免触犯过失 平等 平等是佛教最殊胜的教义之一 佛陀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意思是大地众生皆有佛性 都可成佛 所谓生活平等 众生平等 男女平等 所以外在的世界或许有诸多不平等的地方 但内在的佛性却是再甚不真 再凡不减 人人都能从根本上认识众生平等的真谛 以平等心皆引十方 则世界和平将指日可待 人 火一焦晶云 人行人者 乃可名为有利大人 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 击崩二骂之毒 如影甘露者 不明露道智慧人也 忍耐不但是世间上最大的力量 也是一种无上的智慧 惭愧感恩大怨心 惭愧 人间最好的美德就是 惭愧感恩怨力 所谓惭愧 惭者 惭己 愧者 愧他 惭者 经常觉得自己学问不够 发心 慈悲 能力不够 愧者 时时感到对不起父母 思想 朋友 对不起国家 社会 人有惭愧才懂得 愤发图强 人有惭愧才懂得 力争上游 所以活一教经说 惭此之谷 无上庄严 感恩 感恩的人生最互有 你有感恩心 就是一个心灵互有的人 一个人若没有感恩的心 只知贪图别人的利益 就是贫穷的弱者 菩萨花心 时时度化众生 就是感谢国家恩 感谢父母 师长 朋友 众生恩 大愿心 大愿心就是愿力 愿力等于执行力 时间力 诸佛菩萨都是以愿力来成就工业 一切的诸佛圣贤 如果没有花心力愿 怎么能成就活到呢 就像观世音菩萨花十二大愿 普贤菩萨花十大愿 要师琉璃光如来花十二大愿 十方诸佛菩萨无量节中 无不已立下坚固宏愿 上求下化成就活到 佛光人应该学习 诸佛菩萨累劫情福 度化众生之慈心悲愿 日常生活待人处事 广行三好四给六度利益众生 弘养佛华 再来我们要谈到 佛光世俱纪的殊胜性 大师在《华言经》普贤十大愿 《普皆回向文》中提到 佛光世俱纪回向文 第一句慈悲习舌骗法界 就是世色妙法的奉行 习福节元历人天 就是广大布施的实践 残境戒恨平等冷 就是诸佛密恨的误入 惭愧感恩大怨心 就是无量圣财的拥有 我们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何时何地 言行举止 倾心动念 时时都与世俱之中的 各种善行相应 并将这些功德普皆回向给法界 一切情与无情 有缘无缘众生 当下就是佛国净土了 真的是非常殊胜 佛光世俱纪 第二我们要继续提到 大师于佛门行事 也提到 佛光会趁面的佛光世俱纪 慈悲喜舌骗法界 这是内修的自我涵扬 习福节元历人天 这是外宏的历生化世 残境戒恨平等人 这是自学的思想方针 惭愧感恩大怨心 这是自他的人格原成 这世俱纪可说包含了 内修外宏 自他原成的义理思想 所有的佛法 其实都包含在里面的 我们再次看到 世俱纪的一个殊胜性 最后我们做结论 由上可知 大师为我们所理定的 佛光人世俱纪 内容周详 殊胜圆满 尘如本文内容所言 佛光世俱纪可以说 合乎菩萨道的修持 内运六布鲁蜜等一切佛法 如果我们能够信受奉行 就能在自觉中走上 成佛大道 最终得以圆满佛国 另外金刚经也说 世俱纪功德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功德 还要来得大 希望我们都能从实践 佛光世俱纪中 感受到佛法的可贵及殊胜 祝福大家 二六时中 法位无穷 法喜充满 也将功德 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 都能同瞻法义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有疑问 请于影片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六时吉祥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